近日,炎炎出演的《潜视天下》真是争议不断,因为网友们都指出存在抄袭,特别华庭的嫌疑,因为两个故事的人物设定和背景都是一模一样的,甚至还有大门的台词也是颇为相似,网友们都震惊了,这也太巧合了吧,不仅戏里有争议,戏外也有着超多的争议,比如网友们发现在拍马戏的时候,一丝虐待马匹,让网友们看到虐马的画面都直言好生心疼,不仅如此,还传出制作人和导演以及女配之间存在三角力, 最后此剧匆匆忙忙地更换了导演,并且还将女配的画面一剪眉,网友们都调侃这部剧的关联故事,似乎比这部剧还好看呢,我们也坐等且是天下的进一步回应吧 我就不哑吗 你可知道,你与蓝希公子之间差了点什么 不过是差了一个蓝字而已 一个蓝字便就差得多了 气如蓝希长不改,心如蓝希终不宜 感谢观看